自打1998年山村真子通过午夜凶龄出道以来 这位日本的一线女鬼就再也没消息 被翻拍被模仿被恶搞 但始终没有被逃越 那头乌黑而飘逸的长发后面 留给了无数单身狗狭小的空间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2019年上映的日本恐怖片真子 神婆冷淡婶是个出了名的半价 她闺女小甜甜出生之后 她就认定是转世投胎的真子 因此她既没有给女儿上户口 也没有让小甜甜去上学 整天把闺女所在家里 随着小甜甜一天天的长大 冷淡婶也是越来越害怕 为了防止小甜甜将来害人 她决定放把火和女儿同归于尽 真子一看可不干了 猛的一发工就把冷淡婶给烧死了 春花是医院的一名心理医生 她的一位病人马大姐精神上有点不太正常 看哪个男的都想出流氓 经过春花的治疗 现在的马大姐对自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她照了照镜子 意识到过去对男人是有点小误 春花是个孤儿 她小时候在孤儿院跟狗生的关系不错 两人相依为命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姐弟俩非常亲密 狗生目前还是个学生 但这哥们对上学没什么兴趣 一心想在短视频方面能有所发展 所以经常会在YouTube上 发一些质量不高的恶狗视频 春花说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要长相没长相 要才艺没才艺 你想靠这个出人头地根本就没洗 小甜甜家的这场火灾 不仅烧死了冷淡婶 还把四个邻居也给送到 家里着火之后 无家可归的小甜甜便开始在街上瞎与的 说有这么一天 她在桥上遇到了一个曾经在这里自杀的女孩 接着就莫名其妙地晕倒了 然后就被送到了春花所在的医院里 春花和男医生正在询问小甜甜的时候 被两名警察叫了过去 听了警察的介绍 又亲眼目睹了小甜甜的超能力 可把春花给下屁 为了能快点活起来 狗生在策划人龙套叔的指点下 在网上找到了关于小甜甜家着火的信息 根据网友们的分析 小甜甜家的这场火灾非常的诡异 种种迹象表明 那屋子里很有可能闹鬼 作为一名心理医生 春花企图利用专业知识 打开小甜甜的心肺 小甜甜说 打我有机一开始 自要是我妈一出门 就会把我锁在壁处里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针子突然出现 把小甜甜吓得是花质乱颤 当场又晕了过去 中午春花正在吃饭的时候 接到了狗生的策划人龙套叔的电话 说狗生自从去小甜甜家 拍摄测试胆量的视频之后 没多久人就不见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人间正发了 而且龙套叔最后一次 跟狗生谈话的时候 发现狗生神情诡异 说自己在那个屋子里 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春花通过狗生上传到网上的视频 看到了狗生进入小甜甜家的 整个过程 由于冷淡婶过去经常 搞封建迷信活动 因此街坊森林都反弹 这次在火灾中丧生的 那四位邻居 有传言说就是被冷淡婶给带走了 进入小甜甜家之后 狗生开始到处下雪 在小甜甜平时带的壁橱里 贴了很多驱鬼辟邪的俘路 就在这个时候 狗生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吓得虚晃一招仨子就聊了 春花回放视频 意外的发现了一些诡异的画面 这明显可以看出来 狗生是被鬼给掐住的 虽然春花报了警 但在这种影片中 警察基本上就打酱油了 春花对视频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 果然看到了真子的身影 晚上春花来到医院 发现他的病人马大姐 正在他的办公室门口 鬼鬼祟祟 原来春花办公室里的 那些鲜花都是马大姐送的 这位马大姐在感情取向上 似乎出了问题 一见到春花就爱不释手浑身发抖 并且对春花拒绝和他一起吃饭 这件事耿耿于怀 两人聊着聊着 这马大姐的情绪 也变得是越来越激动 看样子显然是旧病复发 这娘们正冲着春花发飙的时候 小甜甜看不过去 猛的一发功就把马大姐给搞懵了 随后真子顾忌重施 劈头散发的从电视机里爬了出来 然后一步一步的爬到了 马大姐的精神病虽然在业内 也算是顶尖高手 但是在段位上跟真子还有不小的差距 一物详一物 看到真子之后 马大姐的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春花哪见过这种场面 当场就吓得不幸人事 马大姐也因为惊吓过度 再次住进了医院 在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之后 春花发现自己的胳膊上 出现了被真子抓的手艺 于是她决定找马大姐了解一下情况 春花说 昨晚上我听见你叫那个女人真子 这到底什么情况 马大姐一看春花什么都不懂 于是便把真子的身世说了一遍 说真子比她妈咪山村治金子的特异功能还厉害 居然可以用意见看人 后来真子的爹地担心自己的婚女滥杀无辜 于是便把真子扔到精力眼色了 真子死后阴魂不散形成了诅咒 你弟弟狗圣肯定已经死透了 没机会 晚上春花在看狗圣拍的视频的时候 发现狗圣似乎被困在了一个山洞里 而与此同时 正在住院的老病号马大姐 也因为多嘴多舌被真子给查了 狗圣的策划人龙套叔和春花经过分析 认为那个洞穴应该在位于伊豆的大岛 据说过去很多修行的僧侣都在那丢了面 为了镇压那些冤魂 当地人在洞穴里修建了祠堂 不过后来由于严毙的坍塌 那个洞穴在二十年前已经不让进了 春花看到祠堂里的那些福禄 跟小田田家避暑里的一模一样 为了找到狗圣 春花也是做了一些工作 他拿出过去的报纸让龙套叔看 报纸上刊载了当年山村智金子 表演超能力的新闻 这个山村智金子出生在大岛 由此也印证了狗圣就在大岛 这个时候春花接到了男医生打来的电话 说马大姐昨晚上挂了 死的样子非常的可怕 初步判断是因为惊吓过渡心脏命贩 转过天春花和龙套叔乘船前往大岛 春花说小田田根本就不是真子转世投胎 只是因为他跟真子的命运很像 因此唤醒了真子的诅咒 两人来到洞穴入口 发现有关部门竖着个禁止入内的孩子 春花说明来意 警察们一听都非常的配合 这个时候了解内情的当地村民李大妈 拄着拐货出钱 李大妈说这里就是阳王殿的 谁进去去领喝饭 洞穴里的那个祠堂 其实是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 把自己无力抚养的孩子 放进海里漂走的地方 那个祠堂可以召唤那些 被父母杀死的孩子们的冤魂呢 他们跟真子的命运非常的像 今儿晚上是满月 马上就要涨潮了 这个结果眼谁进去吃个屁 春花拿出手机截图一看 跟李大妈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由于马上就要涨潮了 在警察的干预下 春花和龙套叔只好兴奋而去 春花说我和狗圣都是上小学的时候 被父母遗弃的 既然那座祠堂可以召唤 被父母遗弃的孩子 那么我们俩注定也要被真子召唤 天黑以后满月出现了 这就意味着马上就要涨潮了 自要是一涨潮 那么在洞穴里的狗圣肯定的被淹死 春花为了救狗圣 和龙套叔开着车连夜来到了洞穴 春花正在洞口探头探脑 往里边瞅的时候 突然就被衣食手给拽了进去 洞穴里的光线十分红暗 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很快图片中那个熟悉的画面出现 当春花正蒙圈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狗圣的哭声 此时狗圣的精神彻底崩溃 看上去比马上姐的病情还严重 紧接着小甜甜出现了 山村智金子抱着真子也出现了 虽然这一切都如梦似幻 但却又显得那么的真实 这个时候春花才搞明白 原来当年真子是被他妈咪 山村智金子遗弃在了洞穴里 不过由于这姐们运气好 最后捡了一条命 所以出现在这个山洞里的人 全是被父母遗弃 眼瞅着小甜甜 要被那帮孩子的冤魂带走 春花跳进去把小甜甜给救了 等春花这边忙活完 龙套叔才装模作样的跑了进来 真子一看春花居然坏了自己的好事 于是猛的就扑了过去 这个时候狗生了脑子也庆幸 这哥们为了救春花被真子拖进了水里 接下来双方展开了争夺战 由于实力过于悬殊 狗生最终被真子给带走了 经过这么一折腾 春花的精神彻底崩溃 可就这真子也没犯过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午夜兄灵和咒院 两个女鬼全一线 甭管坏蛋和好人 通通都给发和饭